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寒假版即将播出第六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有这样的高品质 每道珍珠收获的时刻 都是这些棒农最忐忑的时候 棒壳打开之前 谁也不知道里面的珍珠是什么样 不要说同一个池塘里养出来的珍珠 即使是一个棒体中开出的珍珠 品质也会天差地别 这些珍珠是刚刚采出来的珍珠 这些珍珠 这个珠是特别漂亮 这是最值钱的 对 这一个珍珠穿成一根项链 它一根项链38到40颗的话 价值要三万以上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珍珠棒 开出来的珍珠都有这么好的品质 不夸张地说 不夸张地说 珍珠养殖也是靠天吃饭 这一批珍珠看上去成色不错 几年的耕耘有了回报 养殖户们自然十分开心 珍珠养殖户孙师傅 也养了上百亩的珍珠棒 按说到了开棒取猪的丰收十克 应该是喜悦的日子 但孙师傅的脸上却愁云密布 他刚刚开了一批珍珠棒 结果发现自己养出来的珍珠 既小品质也不太好 这次就这么点大 珍珠这么小是不是 养了十几年珍珠 孙师傅还是第一次看到 这样小的珍珠 珍珠长成这样 势必卖不出好价钱了 真正高品质珍珠的价格 是以科技算的 些许的差别就会导致珍珠价格产生巨大的差异 究竟什么样的珍珠算好珍珠呢 判断珍珠的品质就是三个字 圆 光 大 越圆的珍珠价格越高 越有光泽 瑕疵越少 越大的珍珠价格越高 珍珠肯定是越圆越大越亮越贵 你看像这个珠子 圆大亮是最好的珠子 而且是最昂贵的 最速追捧的 那么你们有听说过走盘珠吗 最昂贵的珍珠是叫走盘珠 放在盘子里面 它是不停地旋转的 然而像这样的极品珍珠 从珍珠棒里开出来的概率 只有5%左右 每个养殖户都盼着 能养出这些又大又圆的好珍珠 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培育出 高品质的珍珠呢 要想培育出高品质的珍珠 首先要知道 珍珠是怎样形成的 天然珍珠的形成 本身就是大自然的异常意外 在大自然中 一些寄生虫等异物 进入贝类体内 为保护自身不被进一步侵害 贝类会将其包裹住 形成珍珠囊 珍珠囊会分泌珍珠质 这些珍珠只一层一层不断包裹异物 日久天长便形成了一颗珍珠 由于天然珍珠形成过程中 异物的形状 生长环境等因素 都会影响珍珠的生长 珍珠的品质 充满了偶然性 为了稳定提升珍珠品质 人工养殖珍珠的方式出现了 也就是由人来完成 植入珍珠盒的任务 通过模拟异物 进入珍珠棒的过程 将珍珠盒植入棒中 这样的过程 他们也称为 给珍珠棒做手术 当珍珠棒长到第二年时 便要安排做手术了 淡水珍珠的养殖户们 从养殖池塘中 打捞出珍珠棒 第一步就是要将珍珠棒清洗干净 这是为了避免 在植核手术过程中 异物掉入棒内 而对将来的珍珠 造成损伤 珍珠棒洗净后 便交到 向棒内植核的 专业人员手中 通常 植核的工作 都由女性来完成 因此 这些专业的植核人员 也被称为珍珠女 一组珍珠女 由四人组成 一人制片 三人植片 制片的人打开棒后 撕下珍珠棒外套膜的 上皮组织 并切成细胞小片 供植片的珍珠女使用 植片的珍珠女 先用开壳器 将珍珠棒打开一个小口 并插入塞子 将珍珠棒开口固定住 珍珠女植入的珍珠盒 分为两种 一种由打磨后的棒壳制成 珍珠女将这种珍珠盒 插入珍珠棒的外套膜内 之后 珍珠棒会分泌 一层又一层的珍珠质 将珍珠盒包裹起来 植入这种珍珠盒 所形成的珍珠 被称为 有核珍珠 植入珍珠盒后 还有个关键的步骤 不能忘记 就是将细胞小片 一起放入棒中 只有这样 细胞小片 才会包裹着珍珠盒 形成珍珠囊 分泌珍珠质 人工植入珍珠盒之后 这些珍珠棒 就要放进网兜里 放回池塘中 这种网兜 是为了养猪特制的 植核后的珍珠棒 一排五个 竖着 排放在其中 植核后的珍珠棒 必须竖着摆放 是因为 如果将珍珠棒平躺 所植入的珍珠盒 容易被吐掉 因此 必须用两边的网片 将它们固定住 网兜上方是浮标 将装着珍珠棒的网兜 系在绑着浮标的绳子上 吊在池塘中 珍珠棒必须养殖在水体的上层 这是为了保证珍珠棒 得到充分的阳光和食物 珍珠女植核的技术 也是养出高品质珍珠 十分重要的一步 每到四月 孙师傅都会请手艺最好的珍珠女 给珍珠棒做手术 但即使这样 孙师傅的珍珠 还是越养越差 这是为什么呢 人工植入圆形珍珠核 大大提高了圆形珍珠绿 然而这只能改善珍珠的形状 但并不能保证 养出来的珍珠足够大 中国有十万多人 从事珍珠养殖 很多人都遇到了和孙师傅一样的困境 怎样才能养出大而圆的珍珠呢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中国珍珠养殖行业遭遇瓶颈 如何才能养出大而圆的珍珠呢 研究了三十多年珍珠养殖的徐毛喜 很有心得 它有一片羊珍珠棒的饰演地 这里更容易收获又大又圆的珍珠 这里位于江西省釜州市南城县 水域面积13.31万平方米 从2001年开始 徐毛喜就在这里养珍珠 这里一共养着十多万个珍珠棒 平静的水面下 隐藏着徐毛喜 养出高品质珍珠的秘密 现在找什么呢 我找了个宝贝 找到了 这个就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一个宝贝了 也可以说是在我们中国年龄最大的磁莲棒 这个磁莲棒是1993年 在日本繁殖的 我们97年从北京引进过来 引进过来的时候刚好四年 原来二十多年前 徐毛喜就发现 日本出产着品质优良的珍珠 日本能产出高品质的珍珠 优质的徐珠棒品种 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磁碟棒 就是徐毛喜找到的 培育大珍珠的优良棒种 磁碟棒抗病性强 珍珠层厚 分泌珍珠质能力强 要想养出大珍珠 持叠棒更是拥有其他棒种 不可比拟的优势 有个珍珠的话 只要核大 珍珠就大 那么核大 首先棒的扣将距离就要大 你不忍的话 你这个核都放不进去 第二个的话 外脑膜厚 外脑膜如果薄的话 这个核也放不进去 你核都放不进去 怎么去培养大贵贵的优和珍珠 也就是指珍珠棒的肚子大 棒内空间大 自然能容纳更大的珍珠 用持叠棒原种与三角翻棒对比 棒壳宽度是三角翻棒的1.23倍 同时持叠棒的外套膜 也比三角翻棒厚1.78倍 这意味着持叠棒可以进行 大型圆核珍珠手术 并可以避免因挤压而使珍珠变形 这样养出的珍珠自然也就又大又圆了 将持叠棒从日本引进 只是改善珍珠品质的第一步 如果任由持叠棒自然繁殖 种植退化的情况将仍然存在 理论上所有的生物自然繁殖下 都有性脏优的 也有性脏裂的 这个持叠棒虽然整体来说 它的幼稚性能要高于三角翻爆 但是也不能保证所有的繁殖后的 都击毙这个性能 所以说我们对所有的品种 都需要进行选业 留下性能好的 淘汰 性能差的 为了对新棒种进行两种选育 徐毛喜找来洪一江教授 作为指导 洪一江 南昌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从事水产养殖研究 已经二十多年 下一步 他们要制定选育标准 并进行大规模的选育 要养出大珍珠 应该如何制定选育标准呢 持叠棒最大的育珠优势 就是棒壳宽 空间大 洪一江和徐毛喜决定 将持叠棒壳宽和壳长的比值 作为选育的标准 比值越大 则说明 棒壳越宽 比如说我们第一年 可能有几万个棒 但是我不需要几万个棒 我只要留百分之 可能百分之十就够了 我从一万个棒里面 我留百分之十的话 我只要留一千个就够了 但是我到第二年的时候 我可能就选百分之五十了 从这一千个里面 再选五百个 是这样的 那么到第三年 我如果选百分之七十 五百个里面再选百分之七十 只要三百五十个 就是这样 最后留下这三百五十个 就是最好的 这个棒 经过二十二年六代的选育 洪一江团队 最终将宽壳持叠棒的性状 稳定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并将其申报为 持叠棒 活猪一号 新品种 人工养殖技术的更新 珍珠棒新品种的选育 让棒农们对未来的养殖 充满希望 然而 池塘水质忽然变色发臭 危机再次袭来 孙师傅 福州本地人 养殖珍珠棒已有十多年 这些光洁圆润的珍珠 每年能为它 带来十多万元的收入 收获在即 孙师傅满怀期待 却没想到 意外 不期而至 孙师傅家的池塘 忽然发出阵阵恶臭 水的颜色也越来越绿 水质的突然恶化 极有可能使珍珠棒 大量死亡 如果不及时解决这个问题 孙师傅很可能面临 颗粒无收的结果 为什么孙师傅家的池塘水质 会突然恶化呢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孙师傅在养棒的过程中 为了给珍珠棒提供充足的食物 额外往池塘里投放积压粪肥 却导致了养殖池的水质恶化 交集的孙师傅只能向专家求助 洪一将给孙师傅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肯定是不可持续的 对不对 现在可以用的一个比较好的 不让水污染的办法 实际上就是采用鱼棒分养的办法 也就是说原来你都是养棒嘛 对不对 你不会专门去养鱼 大部分我们养的养珍珠的企业 都是只养棒不养鱼 现在就是说采用养棒的池塘里面 套养鱼类 套养鱼类 我们给鱼进行投 给鱼投饲料 那么给鱼投饲料 鱼的粪便 鱼的粪便 它一部分就可以用来肥水了 鱼棒混养 把鱼和棒放在一个池塘里养殖 是红衣浆给出的建议 孙师傅买来了一批桂鱼 放进了养珍珠棒的池塘 然而没过多久 它就在池塘里发现了许多死亡的珍珠棒 这些棒为什么会突然死亡呢 检测结果表明 这些棒并非生病死亡 一番排查之后 所有的矛头 对准了一个方向 罪魁祸首 就是这些 投放的鲑鱼 池塘里面呢 如果是有一些凶猛性的鱼类 你比如说像这个白鱼 鲑鱼 乌鱼 等等的这些 属于肉食性的凶猛性的鱼类 仰在池塘当中 它有可能会 就是对棒啊 它会来吃这个棒 鲑鱼属于肉食性鱼类 这类凶猛的肉食性鱼类 可以说是珍珠棒的天敌 但是棒壳这么厚 鲑鱼是怎么咬到棒肉的呢 原来珍珠棒在水下 并不是一直紧紧地用棒壳 包裹住棒肉的 有时它们会从壳里 伸出一块像小舌头一样的肉 这部分肉叫做腐足 它就像珍珠棒的脚 能够让它们在池底 自由地移动身体 它是有一个壁壳机 在这里有一个壁壳机 它会这个张开 自己张开 然后它自己运动的时候 是靠腐足的 它是有一个 在里面有个腐足 正常情况下 它腐足一伸出来 它会这样行走 靠腐足行走 腐足就是它的脚 对对对 就是足就是脚 当珍珠棒需要移动时 就会先伸出脚 作为支撑点 然后将自己的身体立起来 接着 合棒利用腐足的摩擦力 一步一步向前移动 为了移动身体 珍珠棒不得不把腐足这部分 细嫩的软肉暴露在外 这在鲑鱼的眼里 可是一顿难得的美餐 鲑鱼是一种性情凶猛的鱼类 以鱼类和其他水生生物为食 在这片棒糖里 鲑鱼成为横行霸道的猎食者 当珍珠棒伸出自己 柔软的腐足时 就很容易被鲑鱼盯上 成为它们的美餐 而一旦被咬伤 珍珠棒就很容易死亡 珍珠棒死了 珍珠自然也就无法长成 这很可能让孙师傅血本无归 这样看来鲑鱼是不能养了 其他吃肉的鱼 同样也有风险 不能养吃荤的鱼 那就养吃素的鱼 孙师傅想到了草鱼 草鱼是我国大宗养殖的鱼类 草鱼不吃肉只吃草 还好养活 只要吃些水草 它们产生的鱼粪就能滋养水草 为珍珠棒提供风足的营养 孙师傅把桂鱼都换成了草鱼 这一次珍珠棒都完好无损 孙师傅满心欢喜 以为问题能够解决了 但是养了一段时间后 孙师傅发现 池塘的水质还是越来越浑浊 这又是为什么呢 检测发现 原来鱼的粪便会培育不同种类的藻类 这些藻类的颗粒有大有小 而珍珠棒是一种挑食的生物 珍珠棒是通过绿食的方式进食的 一些颗粒较大的藻类 无法被它们过滤吸收 就被残留在了池塘里 再次形成污染 看到吧 这里面的藻类 藻的品种就很多了 像这个直径很大 我估计这个直径应该有50微米以上 那么这种50微米以上的颗粒 它可能棒过滤滤不进去的 但是比这些小的颗粒 这些小的藻类 那么这个棒就很容易滤失进去 珍珠棒只吃掉了小颗粒的藻类 而正是它不吃的丝状蓝藻和大颗粒藻 造成了水体污染 那么这些大颗粒的水藻 要怎么消除呢 红衣浆再次给孙师傅提了一个解决方法 还是养鱼 除了肉食性和草食性的鱼 还有一种绿食性鱼类 这种鱼同样以水中的浮游生物为食 起到过滤水体的作用 常见的绿食性鱼类 就是花莲和白莲 除了养草鱼等经济鱼类外 另外投放一定数量的花莲和白莲 这些鱼能够处理掉珍珠棒的剩菜 把池塘里残存的藻类吃干净 让珍珠棒吃饱的同时 保持水体的清洁 在这个鱼棒混养的新模式中 花莲和白莲在上层 草鱼在中层 在池塘底层 洪教授还建议养殖户 养一些鲫鱼和黄嗓鱼 来处理棒的排泄物和食物残渣 洪教授的这个建议能行吗 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孙师傅往养棒池中 投放了鲫鱼和黄嗓鱼之后 池塘的水质有了明显改善 珍珠棒也长得越来越好了 一个鱼棒混养的新模式 就这样日渐成熟 养殖模式的创新 提高了珍珠养殖的效率 为乡村振兴脱贫致负 奠定了基础 给农业生产插上了科技的翅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